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尤松受封为福王世子 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 朱尤松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 而世子朱尤松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跃城而逃 崇祯十六年五月 福王朱尤松被杀两年后 崇祯帝下赵岭 朱尤松习封福王爵位 1644年宁斯宗训国后 同年五月朱尤松被四镇拥立于南京 改元洪光建立洪光政权 在位仅一年 1645年清军濒临江南 南京城门大开 朱尤松逃亡五虎 后押往北京 一年被清军处死 葬于河南洛阳 孟经东山头村 后永利帝位及上庙后 明安宗 事后奉天尊道宽和 静墓修文部 武温 宫人孝剑皇帝 仇真皇帝殉国了 可是南京的大臣们仍然在垂死挣扎 南方依然在朝廷手里 心怀旧王图存大致的世子 也纷纷从四面八方 奔赴南方 盼望人世救国 没有人想放弃任何一线希望 想要挽救已经覆灭的大明王朝 第一件事是什么 立一个新皇帝 重镇的三个儿子 全部被李自成俘获 南逃升天 大臣们只能选择翻网 此时 福王朱尤松 陆网 周网和横网 都逃亡到了淮安的 湖嘴周中居住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原本他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命运 正悄悄地敞开一个黑亮的口子 朱尤松心中也隐隐有着预感 他这几个月过得实在太苦了 一路的逃亡 让他这个万历的亲孙子 活得像一条路边的野狗 所以 当凤阳总督马世英找到他 劝他参与皇位竞争的时候 他只是默然地点头答应了 尽管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仅仅是这个动荡局势之中 一颗难以自保的棋子 但至少继承大位 可以保证自己不再继续挨恶受冻 成为新皇的道路充满曲折 朱尤松虽然是重振的亲堂兄 从血缘关系上看 是不二人选 南京的第一重臣 是阁法 却选了路啊 一部分东陵党认为 朱尤松的祖母 是万历最宠爱的郑贵妃 这是由于当年东陵党的运作 才让朱尤松之父的太子梦想落空 他们害怕朱尤松翻旧账 故而极力反对其上位 最终 善于玩弄全数的马士英率领大军 抢先把朱尤松迎接到了南京 南京的守卫皇帝人选 才算尘埃落定 以马士英为首的大臣们 心里都十分敞亮 落魄的朱尤松只想当上皇帝 享受荣华富贵 对正式根本就没有心思 也没有能力处理 自己只要让朱尤松吃好喝好 国家的运转权力 就能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神不由子的朱尤松 就这样被推上前台 来当这仅仅在位了一年的红国皇帝 吴三桂引渡而滚入京 南民该如何应付 史格法一直犹豫不决 而朱尤松不在意这些 他只希望会早点开玩 只说了一句好 便不再理会 导致那几个败军之将坐享其成 军权从此被架空 此时前线的江淮寺镇 也全然不顾朝廷的命令 成了割据军阀 真正抱着挽救狂澜心思的史格法 被排挤在外 已经被迫让出了首府之位 朝廷内斗不休 从小就没有想露出政治才华的朱尤松 并不打算掺和 只是一味哭作 或者执与马土鹰交流 为了保证税收 或者说是保证他自己的生存和生活 朱尤松毫不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 大手一挥 就让淮河地区的米税增长了12% 让朝廷危言扫地 眼不见心不凡 史格法只好出走都市北上 和他一样 更多心灰意冷的大臣 被党争折腾地离开 红光朝中大臣各怀鬼胎 首府马土鹰大权独揽 敛财搜刮 满朝文武竟找不出一位忠义之士 朱尤松其实也清楚 眼前这一片乱象 不利于国家前途 但是身为匆忙上位的最高统治者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既没有那个政治智慧 也没有那个政治手段 何况 当辱学大师刘宗周 上书弹劾马土鹰的时候 马世英居然敢威胁朱尤松 今天你能当上这个皇帝 还不是靠着我 如果你今天敢把我赶走 明天我就去拥离路啊 让你再也当不了这个皇帝 从此朱尤松破罐子破摔 彻底顿入身宫 顿入身宫的他 因为无法左右朝政 就开始在女色和玩乐上下功夫 男性的女人不够 就派人去苏州浙江找 据说他一天就导致两个童女死亡 第二天 让他把他们的尸体裹住 送出城外 也使得这个记载 不论是否真实 至少反映出了朱尤松当时的疯狂 因为派太监去捕捉 缠除 炮制春药 闹得民间巨飞狗跳 朱尤松还得了个 蛤蟆天子的魂号 一天朱尤松召集百官入宫境界 百官吓坏了 因为朱尤松要怪罪他们 不久之前的一次败仗 都赶紧磕头谢罪 大臣们跪了半天 朱尤松也没动静 大臣们更加诚惶诚恐 不敢谨慎 结果朱尤松说 朕非常生气 离元的这些女人 没一个长得漂亮的 你们就不能长点心 给朕挑些好的 朕决定从老百姓中找 你们赶紧行动起来 别让朕等急了 大臣们猛朗 陛下既不担忧敌人 也不是思念先帝 竟然考虑这种破事 气得他们一个个甩手走掉了 当清军和军阀 都对南民虎视眈眈的时候 朱尤松竟然搞了一次 盛大的戏剧派对 国家是否马上验灭亡 似乎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受过那么多苦 开心思议几天 也算对得起自己的噱头 他刚即位的时候 刘宗中还想劝劝他 所以入宫敬见 朱尤松摆了一桌酒 刘宗中看到就说 你是皇帝 不应该喝酒 看到朱尤松面有难色 刘宗中便服软了 说 但是喝一杯 还是无妨的 朱尤松乐了 好呗 那你说一杯 朕就只喝一杯 来 把朕的那个大杯子 拿出来倒满 铁神太监很有眼色 每次朱尤松 把这个大杯子 只喝到一半 刚一吩咐 铁神太监就再挣满 如此 朱尤松就半杯赴半杯的 喝得没完没了 刘宗中看到这样的情况 觉得这位皇帝 真是没救了 最终 刘宗中在国铺后 举时训国 在放浪行骸的背后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危机已经越来越近 外部形式不消说了 连内部也对他十分不满 由此发酵了 宏光朝三大一案 大杯案 伪太子案 同飞案 大杯和尚招摇撞撇 称自己是明朝亲王 朝廷严查之下 认定他是骗子 将他处斩 视为大杯案 又冒出一个人 说自己是崇祯的儿子 名正严身的太子 朱尤松匆匆认定 他是假太子 投入狱中 视为伪太子案 一个女人找到南京 说他是当年 与朱尤松私定终身的宫女 但朱尤松一口咬定 没这事 把他投入狱中 折磨至死 视为同飞案 这三起案子疑点扑都 至今都是谜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背后是东林党 对朱尤松的巨大不满 东林党趁机赛部谣言 兴风作浪 深深地打击了朱尤松的统治基础 难度三案 南明士大夫 临死不忘窝里斗 明亡与党争 全不虚 朱尤松做梦 也没有想到 面对15万清军 堂堂90多万南明大军 居然会集体投降 危机首先酿于内部 军阀 左良域 听闻李自成的部队 马上就要过来 心中恐惧 不敢与这交战 刚好 此时的洪光朝廷 正在为伪太子案 同飞案 闹得满城风雨 左良域便伪造了皇太子秘密 以清军策救太子的名义 率军赶赴南京 从而避免与李自成交战 顺便读取政权 得知消息 洪光一朝上下恐慌 万事不管的朱尤松也急了 赶紧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马世英唯恐左良域 进京会让自己的性命难保 根本不管大兵押尽的清军 这个最大的危机 仅怂恿朱尤松将前方史可法的军队 调回来保卫南京 史可法对朱尤松讲解了现在的局势 说真正的危机来自清军 而非左良域的叛军 马世英却重重阻拦 让朱尤松勒令史可法 必须将大将军抽调回南京 朱尤松六神无主 习惯性地听从了马世英 史可法听到消息 自知已经无礼回天 便登上南京城下的战略要地燕子鸡 难免八败 动哭而返 一切都晚了 左良域军层层逼近 而清军已经南下 史可法站在扬州城头 看着城下的清军 磨刀祸祸祸 而左右将领叛逃的叛逃 投降了投降 安然道 此无死所也 他死守住扬州城 最后以身殉国 清军在城内展开疯狂的杀戮 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城内的惨叫好哭 并没有传到朱尤松的耳朵里 他只知道 左良域的叛军已经逃走 还大松一口气 以为平静的日子会再次来临 但是科法逊国的消息传来后 朝廷上下实心动魄 他们原本还指望着 长江天线可以阻拦一下清军的铁蹄 但清军一度将 南明军队就落魂而逃 留下了无人防守的江岸 直到一天深夜 惶惶不可周日的朱尤松 仅带着马士盈和一些宦官 偷偷离开南京城 而朝廷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 朱尤松等人先在途经宿水县时 遭到当地士兵的劫掠 又经过太平府时 被拒门不纳 很好 吴湖的静国公收留了他 并表示要誓死效忠 此时 清军追兵已经来到吴湖 静国公意欲与之交战 却不知道手下部队 已经决定投降清军 他们趁其不备 把暗箭射向了静国公 静国公猴不中箭 用尽身上最后一点气力 悲愤地望着天空 挥箭自杀 绝望的朱尤松好哭起来 他已经山穷水尽了 没有人听到他的哭声 也没有人在意他的叫喊 叛军将领等人 活捉了他 要献给清军换取公民 悲剧的最后像个闹剧 叛军将领 把朱尤松的身体背在背上 另一个叛军则使劲地 抱住朱尤松的双脚 死活不肯分开 朱尤松痛哭流涕 他请求二人饶他一命 但这二人根本不理睬 只是狂喜地说 我这公民在此不能放你也 清军将朱尤松等人俘获后 凑够了他们兄弟十六人 就调了个借口 择了个日子 将其斩首于北京才十口 朱尤松则被公悬雷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